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初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走进了绵阳市公安局的进途大队 她到这里来是想求助警方帮她找回多日不归的丈夫 陈敏告诉明镜结婚几年来她和丈夫刘刚的关系一直很稳定 虽然丈夫刘刚好野地每天回家都很晚 但并没有长时间不回家的情况 可是最近一年来丈夫刘刚一反常态 回家的次数明显少了 即便是回到家里偶尔接个电话还支支吾吾的 嫉妒大队的安真民警听到陈敏的讲述后感到很不理解 因为他所反映的是一个普通夫妻之间的情感人气 怎么会找到公安局禁毒大队来寻求帮助呢 然而陈敏接下来所说的一些话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陈敏告诉明镜 丈夫刘刚自从在外面有人之后便染上了溜冰的坏习惯 溜冰指的就是吸尸毒品冰毒 于是陈敏请求警方帮助寻找自己的丈夫刘刚 他怕丈夫因为染毒过身 与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干出什么主格的事情来 虽然报案人陈敏将警方介绍的情况很模糊 但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来看 陈敏的丈夫刘刚此刻可能已经陷入了一张毒网 很快围绕刘刚及其社会关系的调查开始秘密展开 根据刘刚的妻子陈敏提供的信息 警方首先找到了与刘刚通话频繁 并且被陈敏怀疑是第三者的女子张张 张张她家庭情况 就是她子有父亲在12岁的时候 小学刚刚毕业以后 夫妻就因为生病就去世了 母亲一断假 她就跟她叔叔在一起生活 初中开明毕业她就休息 不想读书了 因为她如果在社会那种 无业人员一起交往的话 就容易带来到毒品 她都一起歧毒 就行事了 多次网绵啊 不够绵羊 这个派出所就处理不可 通过调查警方发现 张张并非是刘刚的婚外行人 而只是向刘刚提供冰毒的人 张张向刘刚提供毒品完全免费 换取每次外出时 刘刚的野堤义务接送 那么张张的毒品又是来自哪里呢 通过进一步侦查 另外两名男子也进入了警方的实现 邝永 男 二十二岁 德阳中江县人 蒲军 男 三十三岁 广源 建格人 通过对邝永和蒲军展开的调查发现 邝永经营着一家跑腿公司 以毒品压根就不沾边 而与邝永的情况相反的是 另外一个叫蒲军的男子 则是一个吸毒人员 虽然没有迹象显示 张张等四人长期勾结在一起 有从事违法犯罪的可能 但敏锐的侦查员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对这四个人的跟踪调查 通过长达四个月的摸牌工作 侦查员终于有了意外的发现 复查的时候来的 四月份的以后来的 这该感情很重大 因为这个导师从广东 一会以后 我们这个民养还 第一次到广东的购物 为了彻底摸清这个贩毒团伙的底细 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而是对他们采取了秘密监控 打算顺藤摸瓜 找出毒品供应的上架 今年四月二十八号 警方发现 蒲军带着刘刚出发前往广东 民警判断 他们肯定是又去进货了 事不宜迟 收网的事迹到了 这个感情特别重大 就马上作为目标案件 进行 是吧 马上要声听警督准备 叫公安部警督局 进行目标案件性管理 把这个案件就意为 2014261目标案件 带着打上家的案真思路 连阳警方一路跟随 刘刚图军的车辆 抵达广东 在随后的调查中 警方发现 刘刚图军的确在广东 购买了数量不少的冰毒 为了保险起见 连阳警方并没有在广东 贸然采取抓捕行动 而是一路跟随贩毒团伙 返回四川 5月2日早上10点 图军刘刚驾驶的 两辆运动车辆 进入了专案组 在高速公路的包围圈 见到时机成熟 警方复断实施了抓捕 里边还有车辆 那干嘛 还在这是不是撒蛋 还在撒蛋 我已经撒了这东西 打死在说嘛 撒什么 撒死动力 动力 撒动力 撒动力 你没有 撒动力 撒动力 通过行动 警方在现场抓获 胡军 刘刚 及其贩毒同伙一共5人 缴获冰毒12线 与此同时 绵羊抓捕组也顺利收网 成功拦截住 另一运毒车辆 并在高新区一间出租房内 抓获犯罪嫌疑人 张张 吸毒人员 渡猛 四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当中 刘刚是个野地司机 邝勇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普军是一个无业人员 而张张则是个待业女青年 四个核心成员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和行业 并无任何直接联系 那么他们是怎么交集在一起 组成了这样一个特大贩毒团伙的呢 张张22岁 成都金唐人 初中毕业后就涉足社会 张张在16岁的时候 就开始吸食毒品 一次朋友聚会上 认识了来自广源建格的普军 以前去过西岸 山西的地方 西岸的地方 在游厂 在游厂 在游厂那边 就讲些男方没有什么 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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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灯红酒绿的诱惑下 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普军 迅速在夜场里迷失了自我 染上了冰毒 不久后 两个同样吸食冰毒的人 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普军和张张开始同居 并一起吸食冰毒 两个人没有正当之夜 长期吸食冰毒 几乎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 毒瘾越来越大 但是没有钱去买毒品 该怎么办呢 两人开始密谋着 以泛养息 广东和成都之间的毒品 差价还是比较大的 广东 广东成都起码差 三十万的样子 他觉得如果在广东 能买到东西回来 拿回来 这样他整了更多 所以就觉得这个普军 对他这个普军 他不得忙着找路 他就复得出资 他这个普军就到 广东 把他隔外毒品 回来 由于计划经营 自己的毒品争议 张张开始留意 并笼络 日后贩毒的麻仔 刘刚是第一个 进入张张市县的 马仔人选 张张是通过 做刘刚的野弟 与其认识的 当他得知刘刚 是一名隐君子之后 开始有意经常 成做刘刚野弟 一来二去 成了熟人 然后他就打电话 说他能 从哪去接下他 或者是 那个什么他 或者是 他们人什么子 颜养那个事 包括给他送回来 那些事都有 就送车的 拿他去 东西买回来 室里面要来 有时候来 找到送鞭给他拿进去 好去费 费费 就这样就慢慢慢慢 这个林伍也就走下来 把他做这个生命 第二个进入张张视线的 马仔人选 是邝勇 今年22岁的他 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 满怀抱负的他 在绵羊 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 我最终的想法是 主持人的那种拼拍性 就是很出名 这边上 这么四川 这边上下来 有个小银泡泡 然后服务的公司 张张在五八同城上 找到邝勇的跑腿公司 一开始 他只是让邝勇跑腿 为自己买一些吃的和生活用品 像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他人 就是多大方 就是因为我刚跑腿的时候 人胎比较温暖 因为几次他就是 几块的名堆就给了我了 然后我觉得 就是比较那么说 就是东京我们很幸福的那种 就比较有严明之心的感觉 就感觉他人应该心 比较心上比较好 由于张张出售很大方 很快张张就成为了 邝勇的大客户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密切起来 一张由张张精心编织的毒品网络 渐渐清晰起来 涂君是张张的情人 负责广东的毒品货源 刘刚 邝勇是张张的马仔 刘刚为了在张张那里得到免费冰毒 他义务为张张抛腿 负责开车 往返穿越两地进货 邝勇一开始并不知道 张张要他送的是冰土 后来他发现真实情况后 为了赚到更多的钱 邝勇明知故犯 请而走险 负责保管毒品 以及将毒品送到吸毒人员手中 虽然从购买毒品到销售毒品 张张全程都没有参与 但是他才是这个半毒团伙背后的真正操控者 张张团伙成员众多 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 而且还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 因为他们切齐了翻车的特强 他们走的时候 把说有人的这个手机 统统就已经关了起来 就我们这个他们这个 新铺的这个这个线 这个翻车线就爆裂起来 不允许跟外面联系 走的时候 他们买了四部对降机 就便于路途方面联系 为了赚侦查 附军还带着刘刚等人 分别开着两辆车 先往广东购买冰毒 不仅如此 为了逃避路上的随即检查 乌军还想出了 冒充查购物品的障碍法 东莞当地一个派出所 这个事情跟那个关系 变得密切 接着当地他们的 广东当地派出所的工章 就变了个封条 就变得这样 就是爬在路途当中 有公安有查戒 怎么办 他们就对 这是扣押物品啊 就跟这个封条嘛 一般警察可能骂去得回去 正应了那句俗语 在脚拔的狐狸 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5月2日 警方成功打掉了这个 以张张为首的贩路团伙 团伙成员也都全部落马 面对镜头 四名核心成员 表现各不相同 各个方面 我不想说 因为 我也说 我也说不去 其实是你们 好多事情 我都搞不清楚 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现在目前 这难以后了 我都搞不清楚 就是说 前来逮捕过后 我之前那个逮捕过 因为这个鉴定结果 他们说这个是病毒 因为我也干不清楚 这个是啥东西 与之相反的是 刘刚和邝勇 他俩对自己犯下的过错 悔恨不已 老婆 我对我亲密 老婆 老婆 你们这儿一定 应该找到自己 然后 从实际上 发力的实际上 自己的啥子也不动 然后 说别的 也就是自己发害 我国法律规定 贩卖运输 甲鸡本饼鞍 也就是冰毒 50克以上的 处15年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12公斤的冰毒 将会让张张 和他的团伙成员 受到法律的研究